常玉春自伯仁 浩燕恒 南直立凤阳府 怀远现任 明朝开国名将 原治政十五年归附朱元璋 自请为前锋 栗战克敌 他臣治国感 善辅士族 催风献卷 未尝败北 一时名将称徐长 他常自言 能将十万众 横行天下 君中称赏十万 官至中书平章军事众志 奉恶国公 红五二年很不幸 常玉春英年早逝 暴族君中 十年四十岁 逝 中午 追风 开篇网 关于常玉春名史有传 英雄本色无需多说 本人只关心两件事 一是常玉春的死 二是常玉春的后代之谜 名史述常玉春之死相当简单 十载 师桓 次柳河川 暴击族 年仅四十 就三个字 暴击族 坊间怀疑有传一张诛杀功臣的说法 实不足信 其实 明朝开国大局未定 正是诱人之计 朱元璋也不会少到这个程度 其实 关各类史料 常玉春之死 原因其实相当简单 他就是类似的 红五二年七月 常玉春自开平率师难归 大军行至柳河川 下马时 突厥躁热一场 于是迎风卸甲休息 谁知两爽未解 顿时全身疼痛 急患郎中诊治 却不明病医 郎中说法为卸甲风 也就是卸甲中风的意思 哈代明教护去病 估计也因此病而阴隐早逝 中原人到北方征战 水土不服是肯定的 群中劳顿 即食淡肉 可食饮酒 身披铁甲又不保湿 北方夏天暴晒 铁甲倒热 大汗之后必然脱水 如果突然冷风凌身 出问题是很自然的了 按中医的说法 邪气入侵 中风致病 相比较常玉春的死 其子孙的情况则相当复杂 常玉春有三子三女 三子分别为长茂 长生和长僧 长茂和长生 长玉春传都有简术 长僧则未提及 其长女嫁给了朱元璋的太子朱镖 遇有两子 一夭折 一后被废为庶人 不提 常玉春三子都有故事 而且皆留下谜团 让后人琢磨不透 关于常茂 名时载 一 常茂因父亲之功 被封为郑国公 授予世代享受特权的铁券 有点叫志气不通事理 二 红武二十年 他随从大将军冯胜 到金山征讨那哈初 冯胜是长茂岳父 但是长茂经常不从冯胜约束 冯胜多次责备 长茂则坐慢无礼 令 冯 愤怒 三 哈纳初请求投降 前往又赴将军蓝玉的营帐饮酒 和蓝玉言谈失和 那哈初拿过酒杯将酒浇在地上 回头对部下说了一些话 长茂坐中部下通蒙古话 悄悄告诉长茂 那哈初想逃跑 长茂急趁其不意 静止向前捕捉 那哈初大吃一惊 起身上马 长茂把刀砍伤起手臂 那哈初的部下听闻此事 惊吓而逃散 激起名辩 四 冯胜原本就恼怒长茂 借机夸大此事 上奏长茂激起事变 用刑具囚禁 押送京城 长茂则辩说冯胜违法之事 结果朱元璋各打五十大板 既没收了冯胜的兵役 也将长茂治罪流放龙舟 四年后去世 然而 事情并没有完 长茂又玩了一次炸死 明史说长茂贬到龙舟后 并不太平安分 一是纳妾 他折居龙舟 戴罪之身 居然纳当地吐司赵贴奸 欺皇室真女为妾 二是善选 吐司赵贴奸死后 其侄子赵宗受即位 但是长茂和贴奸的老婆皇室等人 仍把持当地政务 引发赵宗受作不满 于是 后面的事情一锅中 宗受上奏告长茂 后又说长茂死了 贴奸欺皇室则告宗受仍侄子非亲子 不应该承袭吐司位 不久 又有人告 说长茂并没有死 朱元璋大怒 吓赵阴场 结果赵宗受竟然居命不出 亦不同命 朱元璋即照发湖广江西所属 马步官军六万 会讨龙舟等地 皇上的意思是明确的 你赵宗受亲子来见 说明陈茂已死 则有其罪 宽大处理 若乍起人来 则进兵讨之 最后赵宗受到京 说明长茂确实已死 朱元璋才作罢 那么长茂死了吗 估计没有 网上看到一个广西城市族谱的考证 长茂不仅没死 而且子嗣众多 跑到偏远之地隐居起来了 这个说法有点道理 长茂死前一年 周明王朝发生了一件大事 因为胡卫雍一案的牵连 李善长并其妻女帝职 七十余人被杀 李善长是什么人 怀惜首领 建国功臣 朱元璋最重要的谋臣 而且也有免死铁券 这样的人都能全家被杀 贬至龙舟的长茂 自然胆战心惊 因为朱元璋对他的结论是 又何处满 四为不道 这还了得 长茂感到大事不妙 做出诈死的决定 并故意通过政敌赵宗受之口 传到京都 以让皇上确信 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 长茂诈死的说法 终于传到皇上耳中 此时赵宗受可能也发现上当了 长茂生不见人 死不见尸 无法交代呀 所以只能屡赵不治 直至朱元璋下赵讨伐 赵宗受才不得不服罪来朝 启罢兵物争 这时候 即使他知道长茂诈死的事实 也必须硬着头皮 制造长茂已死的假象 从上奏长茂已死 到后又屡赵不治的事实说明 赵宗受心中是有鬼的 正是在这种静谛之下 长茂只能做出 离开龙州的人生重大决定 明史说 红武二十五年 即长茂诈死第二年 朱元璋封长封长玉春次子长生 为开国公 圣旨中说 为西末后无寺 承袭仍需有人 子尊凶终极帝之立志 封尔生为开国公 按此说法 本来是应该封长茂的儿子的 可惜他没后人 只好封了他的弟弟 据信长茂与冯氏夫人 曾有三个儿子 怎么就无私了呢 有一种说法 比较有合理性 长茂诈死跑路之后 长茂和冯氏夫人 经过周密安排 根据当时政治大环境 长茂自己跑了 也妥善安排了冯氏夫人 和儿子们 朱元璋杀人如麻的做派 肯定让他们极有顾虑 因此隐姓埋名 人间消失是最好的办法 再说他们也有这样的条件 比如红二十四年 开平王长玉川之妻 蓝氏夫人还在时 他绝不会坐视不管 一定会千方百计的 事与元首 其实 旧老爷梁国公蓝玉还在位 有知有权 他完全可以帮助 其外甥和儿子结尾 以此观念的人 推测是大旧公蓝玉 安排了长茂的儿子们 去了山西从军 等待机会东山再起 但是一年后蓝玉自己 也出世了 而且株连了一万五千多人 史称蓝玉 在这种恶劣的政治环境下 长茂的儿子们 谁还有胆出头露面 彻底人间消失 才是他们的唯一选择 至于长茂本人 有一个说法是 红五二十四年 长茂带着小妾 李氏夫人逃了 逃至广西工程县 五排窑 深山 隐居 数年后 迁至长家村定居 李氏生四子 长子长治 次子长慧 三子长鞋 四子长梁 长茂租于永乐十一年 周年五十八岁 藏于利木镇 大河村 为防事后不测 采取深藏 不修坟形 仅至白石一块为己 洪志年间 国家太平 年景颇佳 明孝宗朱又称 对开国元勋子孙 被贬折者 沦为庶民 村路不响 实感不忍 于洪志五年三月八日 下诏 复用功臣后裔 长茂子孙尚有余计 不愿受禄 封毫而辞谢 公元1989年下 经广西宫城瑶族自治县 文物管理所 普查考证确认 长茂墓 为文物点 并发文通知 明文规定 加以保护 此墓可不可信 也只有随业了 因为各地 未争名人之后 发生过 五花八门的举举 不足为凭 长茂称赐子长生 也不知所终 既称历史之谜 明史说 改封开国宫 述出炼军 加太子太保 生之末 也就是说 长生之死正是没有提及 有他的传记 有两种说法 一是说 朱棣静难之意 长生和徐达大儿子徐辉祖 率兵力战谱口而死 另一说 他卷入蓝玉岸而被辱杀 毕竟蓝玉是他的亲舅舅 关系不一般 据推断 第一种说法较为可信 史说长生之子祭祖 永乐元年前云南之 灵安卫 十辅七岁 永乐初年 一个七岁的小孩子 虽母亲被遍云南 显然是流放的性质 这恐怕与其父 抵抗朱棣静难有关 此时的长生 任职锦衣卫指挥 同时又是建文帝的国舅爷 为保护印天府 为祖燕王之兵 最后孤身冲入敌阵战死 至于蓝玉案千里之说 则实不可信 因为涉及蓝玉案之人 有名有行者众多 明史都有明切的说法 其足诸一公 十三伯 二侯 千年被杀一万五千多人 以长生之开国公的 显赫身份 那是断不可能可以遗漏的 红之五年 名校祖朱又称 下诏优代太庙 配向主功臣后代 长生的重孙 长妇 被从云南召会 出任南京锦衣卫指挥使 其后代世袭怀怨后 沿袭至名末 长一川三子长森的下落 也是一个名 正是没有说法 据说 南京被围之时 长生和长森 都有后世的安排 比如长生便将大儿子 祭宗 送往 怀远避难 二儿子祭祖及胡氏夫人 兵变后 则被流放云南临安 长森则想得更明白 好汉不吃眼前亏 逃亡是他们的第一选择 他与胡氏夫人 其两个儿子 长刚长强 趁乱被逃山西 后来在陕西米纸县 陈家岔村定居 据说 今天米纸县的长氏家族 极为长森的后裔 自名永乐坚 牵制米纸以来 长氏家族历二十八世 在陕北黄土地上 生活六百余年 也史称 长森隐居米纸后 改名长森 在永和寺做道士 其米纸县中武堂 长氏家族 则是其长子刚 赤子强的后裔 即便是身居陕北 长森仍对朱棣 心存忌惮 他将落户米纸的 长子长刚 列为七甲 次子长强 列为十甲 这便有了米纸 长氏的七甲 十甲之别 其中原因 也有这几种说法 一是传说朱棣 曾派人到陕北 追查长玉春后人 分甲一方面 可以表明 米纸长氏 在此地落户已久 另一方面说明 两甲长氏关系疏远 这就可以避免 灭族的危险 二是说 过去长氏人口较少 且居住集中 分甲后 可以确定 同性同婚的界限 三是说 刚将兄弟关系不睦 才造成一门分两甲的局面 长森去世之后 葬在陈家 岔火神庙山上 妻子长刚 长强二人 则在定居的 长石畔 开荒种田 繁衍后代 今永和寺 东南160米处 可能就是米纸 中午堂 长氏最早的祖坟 当地老人讲 解放前后 长氏祖坟 不光有牧群 周围还有 十余根残存的石庄 占地三十余亩 其中 第二牌 目前立有一方 高1.5米 宽0.8米的石碑 遗憾的是 石碑为杀岩制成 加之年代久远 被闻已无法辨别 长氏族人 推断这是长刚长强的目的 米纸当地属于游 长一千 爱八百 高度各站半道街的说法 也是米纸四大名门望族 最真实的写照 过去的米纸城中 不论经济实力 还是社会威望 长氏绝对是第一大型 如今 米纸的 中午堂 长氏家族遍布群县 总人口超过四万 占米纸群县人口的百分之十六 看来 长氏一脉最为轻貌发达 倘若长一春地下有灵 足可宽慰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